安卓藝術 安卓藝術現在推出的另外一檔個展是來自羅馬尼亞的藝術家 以望的莫伊莎 這次的展覽也是以望他在我們畫廊的首次個展 也是在台灣跟亞洲的第一次展出 這個展覽的標題叫做《相會與生命之史》 展出了藝術家近兩年 最新創作的將近30件作品 然後包含了有比較西方的這種油畫跟壓克力的媒材 也有了不少素描紙本的創作包含在裡面 我們現在看到了這個入口的第一件作品叫做《暖冬》 然後畫面上其實描繪了一個很孤單的身影 然後在一個太陽光照射拉長的陰影底下 你可以看到畫面有一個蠻孤寂的構圖 也可以看出來它是一個冬日的景色 地面上是矮矮白雪 但是又在一個充滿陽光的暖冬裡面 讓雪地的白跟光線形成一種非常充滿動態式的折射 你可以看到畫面有非常多流動的白色的筆觸 然後跟一些淺藍色的筆觸交織在畫面裡面 然後遠方是一個帶有灰色的天空 裡面透著紅 以望他一直稱他自己的風景畫是情感的風景畫 其實在這件作品裡面我們可以感受出來 就是如果今天在一個冬日的景色裡面 然後在一個艷陽高照的狀態底下 其實他的天空應該不會是這麼灰的 我想他這裡把天空的遠景處理得這麼的灰 其實是希望讓他所要呈現的一種比較內心的情感 比較沉寂的這樣子的一個味道可以抒發出來 這件紙本素描是這一次展出的非常多的紙本作品裡面最大的一件 他畫的主題是冬日鳥鳴 在畫面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右上方跟左下角都有鳥的身影 然後在這個以描繪風景跟鳥的這樣的一個畫面裡面 藝術家把它表現詮釋得非常的抽象跟即興 我們在這個白色的底跟灰色的層次跟黑色的線條之中 感受到這樣一片充滿像遊戲的一個手法跟即興的一個節奏 然後白色跟灰色主要是粉彩的描繪 黑色是探筆 在這種粉彩跟探筆的使用中 我們看到了非常多不同的粗細的線條 然後還有了一種介於抽象跟具象之間的關係 那這幅畫對我來講它最大的一個趣味性 其實也在於藝術家他雖然是在畫一個風景 但事實上他是用一個比較像塗鴉即興 甚至某一種接近抽象的一個手法在處理這樣的一件作品 所以對觀者來講每個人在欣賞這件作品的時候 他們可能都看到不同的樣貌 因為他知道這不是一張抽象畫 以望的創作基本上都是以風景為主 那他畫的許多風景畫裡面 除了他自己非常強調的情感以外 基本上都是來自於他故鄉 特蘭西瓦尼亞的一個景色的特徵 還有他經常旅行各地的一個足跡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紙本 都是他這幾年旅行的一些留下來的一些記錄 某種程度上很像是他的繪畫日記 也是他平日在儲存靈感 生活跟靈感的一個文獻 這三件作品裡面應該這 右邊的這兩件是他曾經去巴厘島旅行 然後也在那邊做了不少的手稿跟創作 然後最左邊這一件是他前往非洲 非洲多哥旅行留下來的一個紀錄 那在他的紙本裡面一樣有非常流暢的一個比法 跟非常好的顏色的一個搭配 不管是在巴厘島或在多哥 我想他都是處在一個熱帶 所以那裡的顏色的明亮度跟彩度 其實都會跟歐洲非常不一樣 會跟我們譬如說前面剛剛看到的 他畫他自己比較他家鄉的景色的暖洞 會非常的是不同的韻味 這件水彩紙本作品海洋的憂鬱六 我們看到藝術家用一種非常像是自鑽式的描繪 他裡面常常出現的那個一個人的身影 很多時候我覺得都是藝術家的自畫像 或是他的一個影域 那這裡面你看到他對這個所謂的海洋憂鬱的詮釋 是一個男生的背影 他雙手插在腰部上 然後頭部往下看 有一點點凝視 有一點點在思考什麼的一個狀態 然後風景的環境它其實表現得非常的粗略 但是就是一到比到這樣的概念 就是藍色的線條跟上面的一些 比較深色的紅黑色的線條 跟地上的黃色的一個線條 其實就勾勒出了這個男子所處的一個時空 然後從天到地之間的一個畫面 但是他的這個描繪方式 其實會讓我們對這樣子的畫面產生更多的想像 對照在旁邊的這一件叢林中的自畫像 它是用墨表現的另外一件紙上作品 那我們看到同樣一個我們熟悉的這個人物的身影 一樣插著腰 然後這個人的臉是往上看著這個遠方的叢林 但是這個叢林的描繪比較抽象 比較淡比較簡約 但是一樣是有一點在凝望思考 這樣的身影姿態基本上我覺得是非常浪漫主義式的 它是一種人跟自然 人跟自然跟這個時空之間的一個對話關係 是一種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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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ceoser